当年澳大利克本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 中文的一席小黑群经验了一个时代 小黑群也成了优雅的代名词 小黑群也自此一度成为了各个明星们的新头号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每个女明星的衣橱里都少不了的一件单品就是小黑群 杨幂 迪丽热巴 赵丽颖 唐燕 杨颖 钟楚希等众多明星 都曾在不同的场合穿过小黑群 鉴于每个人的形象气质不一样 每个人穿出小黑群的效果也是各不相同 今天笔者就带大家来盘点几位穿过小黑群的女明星们 看看她们每个人穿出了什么样的感觉 第一位要说的就是杨幂了 杨幂一直都是娱乐圈里名副其实的带货女王 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给人带来新鲜的体验感 杨幂曾经不止一次都在不同的场合选择小黑群 虽然风格紧异 但每次也都是穿的恰到好处 比如说夏图的这条小黑群 穿在身上就犹如孔雀开瓶一般 领口的细沙设计显得仙气十足 非常衬托杨幂的气质 夏图中杨幂的这身小黑群更是美丽爆了 衣字尖的设计修饰出她美好的颈尖弧鞋 非常性感 小黑群的下半身采用的是美丝花纹的设计 既简灵路俏皮 不仅很鲜 还有点霸气十足的感觉 第二个要说的就是热巴穿小黑群了 迪丽热巴近几年真实大了 是赤手可热的人气小花 迪丽热巴是一位少数民族姑娘 来自新疆 颜值更是不用多数 身材也是凹出有质 就是一个货真价实 这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女神 所以当迪丽热巴穿上小黑群之后 简直是美得不行 迪丽热巴身穿的这条小黑群 简直就是为她一个人量身打造的 以字尖蕾丝花边的设计 将她上半身的好身材显露无遗 下半身采用的是白者蕾丝设计 衬托出她高挑的身材 全身上下凹出油质 全面的展现了她的好身材 中间的装饰设计也是相当走心 既起到了画龙眼睛的作用 同时又不显得突兀 当迪丽热巴穿上这身小黑群之后 完全就是一个高冷的气质女神 第三位要说 那就是赵丽颖穿小黑群 赵丽颖从环珠格格三中饰演 情格格一角而被大家熟知 而后又相继出演了路贞传席 珊珊来了等日文大剧 花千古处乔传更是让她成为了电视营评上 当之无愧的霸平女王 赵丽颖长相十分清甜可爱 当她穿上小黑群之后 又是一番不同的滋味 赵丽颖的这身小黑群非常的简约 摸穷的设计恰到好处 白色肩带上印上黑色字母 既做了点缀之用又不显得单调 还能衬托出赵丽颖身材的完美 腰间合下半身半透明的设计 更增加了几分神秘 裙摆上的花纹设计别出新材 腰间的黑色小皮带 既衬托了完美的腰身 更为单调的裙子增加了一点情调 这样一条简单的小黑群 再搭配上赵丽颖清新的短发 赞亚的妆容和珍珠耳饰 显得非常简零 清新婉约质感扑面而来 杨逆穿小黑群活脱脱 一个小仙女的模样 热巴穿小黑群 尽渐高能快 气质十足 赵丽颖穿小黑群 宛如一个清新脱索的林家小妹 对于这几个不同的明星 穿小黑群的表现 网友们不禁感慨 这小黑群穿在不同的人身上 差距还真的挺明显的 杨逆 迪丽热巴和赵丽颖同穿小黑群 你更喜欢谁呢 欢迎留下你的评论 我先说下一个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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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